如何申请香港虚拟手机号码 请不要错过这个视频的任何部分 因为在这个视频中 我将会向你详细介绍 如何申请香港虚拟手机号码的 所有需要了解的内容 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使用它了 现在只要有必要注册一个账户 大多数都需要填写手机号码验证 但由于对个人信息的监管不利 或故意披露一些不良公司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个人认为使用香港虚拟手机号码 可以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注册虚拟香港电话号码和中国手机号码 并可以使用它发送接收验证码 如果注册账号可能需要验证境外手机号码 但若使用一博通香港虚拟手机号码 能有效保护隐私 避免被骚扰 所以像一博通这样的产品 专门用于接收手机短信 SMS验证码信息是很棒的 如何订购香港香港手机号 进入一博通E-Sender微信公众号 在此做个补充说明 对于看不懂中文的外籍人士 如何将一博通切换语言 设置成英文字 点击我的账户 点击查询 点击右上方E-N 就可以切换回英文了 然后我们返回查看 确认现在可以成功切换成英文字 点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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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写购买者信息并选择套餐计划 选择号码 随机提供五个号码供你选择 点击确定 查看服务协议 同意服务协议 点击确定 进入缴费 缴费支付 恭喜你已经获得了一个香港手机号 马上去使用吧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务必在下方点赞支持一下哦 首先这样可以帮助你保存这个视频 避免在操作时找不到它的方法 其次 你的点赞也会让算法 了解你对这些知识的偏爱 未来会不断地向你推送相关内容 祝你在学习路上更快地超越他人 如果你对善用互联网科技 提升效率和收入有兴趣 也请记得订阅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 另外也欢迎关注我的Telegram频道 那里有许多不公开的科技内幕哦 如需更多科技视频 你可以订阅我们的科技频道 亮哥CWL 感谢收看